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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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第四週跟第五週 工作到哪去了? 還有一個勞動體制 那我想同學應該很有興趣來了解工作 因為可能現在你就有兼餐 或者是你畢業之後一定是要找工作的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來看看說 尤其資訊科技還有全球化 到底對於工作產生什麼樣子的影響 甚至於同學會來想 我以後想找什麼樣子的工作呢? 也許你自己會有很創意的想法 好 那我們就來跟同學們來談談 那首先是我們的講義工作到哪去了 好 那來談資訊科技 自己企業競爭優勢跟工作彈性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尤其資訊跟通訊科技 這個information technology跟電腦相關的 還有communication像你們的手機 然後這都是我們把它稱為叫做ICTs 好 那資訊跟通訊科技的影響 事實上它會影響的工作的形式 好 那會影響企業的一個運作 當然對於總體社會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也有非常大的影響的 好 然後我們先跟同學們來做個熱身運動 來 同學們猜猜看 猜猜看 好 我們的題目是 From most to house 來 搶答題 請舉手 網購 網購 太好了 答對了 這是我們所謂的e-commerce 對不對 電子商務 網路購物 網路經濟的發展 好 來 再一個 我們說談到ICTs 所以3C產品 我想支持同學們 就是你每天都實用的 對不對 你甚至會去逛3C賣場 對不對 請告訴我 哪3C呢 來 請 computer 好 電腦相關的產品 來 再來一個呢 communication 而且這個communication 是什麼樣子的communication呢 是手機 還有就是wireless 好 wireless communication 來 還有最後一個 consumer electronics 對 同學正式的 用手機搜尋3C是什麼 好 這有點不公平 好 所以它是consumer electronics 消費性電子 好 所以這是3C賣場 我們所謂的3C產品 好 來 再來一個 這是同學每天在上網的 對不對 Triple love you WiWeb答對了 但是我會說答對一半 因為我打個問號 來 再猜還有什麼 你常常上網搜尋 然後他可能會碰到什麼 這個是熱門的 然後是網路塞車 全世界人都在那邊等待吧 你要很有耐心 好 那這是先跟同學們談談 ICT的進展 那事實上同學會說 這些3C產品隨時在我身邊 甚至於就對你們而言 可能是從小一睜開眼睛 世界就是這樣子 好 可是其實不是 事實上你知道整個電腦 尤其同學運用的PC 現在同學根本也甚至不使用PC了 好 那這是1980年代才開始發展的 然後到1990年代是在美國 他是由軍方轉移到民間的通訊 這個整個行動的電話系統 所以才開始有所謂的網路 那當時克林頓來提出說 NII所謂的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好 那國家的資訊基礎建設 那還有當時美國的副總統 宣示建立一個所謂的資訊的 Super Highway 然後所以整個網際網路這些資訊 才開始有 那所以我們看到 再加上整個經濟的一個全球化 ICT他甚至成為一個所謂的經濟 技術經濟的典範 然後這個新的典範呢 他是一個成為帶動知識經濟的發展 那我們談到知識經濟 其實他不只是知識 他是什麼 資訊 這個knowledge包括information 那所以是這個網路經濟 還有高科技產業 那網路經濟的一個發展 所以那我們看到說 那ICT他是誰能掌握資訊 知識 然後你就具有競爭力 包括個人 包括企業 然後他對於這種經濟 產業 企業 勞論關係 社會關係 然後教育文化都產生重大的衝擊 就像現在你們運用email 然後現在大概你們已經沒有人 用手寫情書了吧 不會要求 不會拜託郵差 來幫你送這個情書了 而是透過什麼 各種的手機LINE等等的 各式各樣的 像我們當年你知道申請學校的時候 不像你們現在可以用email寄送資料 我們當時都要用信件 所以我常常跑那個電信總局 郵局的總局去計那個快捷 可是還是要兩、三天 所以你知道當時我申請美國學校 到最後運用什麼呢? 同學們猜猜看 比兩、三天還要快的 可是當時是沒有網路 然後所以呢? 電報 誰說的 電報 沒錯 就到電信總局大電報 把你的英文翻成電報文 他那邊有對照的一本書 你就用對照表來把它 然後隨時發電報給學校 然後最後你知道嗎? 學校也回了電報給我 然後拿到全額獎學金 這實在太棒了 這是當年 可是你們現在用email了 這麼快 這麼方便 那譬如 再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資訊科技 還有這些網路 還有這種各種ICT的產品 你知道嗎? 現在在美國德州 那有全美第一座全數位的公共圖書館 全數位 這意思是什麼? 電子書沒有實體書 一本都沒有 然後全部是電子書 那你說要怎麼借書? 借什麼? 借授權 還有借什麼? 一組代碼 然後他還是借一個東西給你 猜猜看是什麼? 對 平板 平板 然後裡面可以放五本書 好 那你說這些閱讀人 借書人很滿意吧? 真的很滿意 你到圖書館 就是借平板回家 因為平板裡面又新灌了五本新的書 然後你帶回家 看完了再拿回去灌了新的五本 再帶回家 好 但是這閱讀人 借閱人還是有一點點抱怨 是什麼抱怨? 他們都很滿意 但是還是有一點抱怨 是什麼呢? 你們看過電子書 對不對? 所以唯一的抱怨是 他說看電子書 眼睛實在太累了 太累了 對 真的 好 那但是這是全書位的圖書館 很不容易 好 那所以這是對於整個你的生活 各種教育文化 企業等等的 各方面都產生一個重大的一個影響 然後他的總體的經濟社會的影響 譬如說整個資訊經濟 整個所謂的我們所謂的知識經濟 它是資訊產業跟數位產業的發展 所以包括像電腦 包括手機 半導體等等的 還有各種數位產業的一個發展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資訊社會的發展 這個Information Society是什麼呢? 就是來看說這樣子的一個數位機會 是否平等的問題 今天你在台北市 你用的地方可能都是有什麼 寬屏網路 可是你在比較偏遠的地方 可能是要什麼 播接的 然後再偏遠一點的地方 可能你看到整個村落是什麼 只有有一個學校裡面有一台電腦 然後那一台電腦還怎麼樣 沒有網路 那你說這是什麼 然後這是數位落差 有沒有寬屏網路 很不一樣 然後在歐洲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公共免費上網的機會 然後在台灣多嗎? 多嗎? 你出門可以不帶 有嗎? 在我們的圖書館 或者在市立圖書館嗎? 或者在車站嗎? 或者在很多的地方 甚至咖啡店嗎? 都有免費上網嗎? 同學說有 咖啡店有 然後可是你可以看到在歐洲 他有非常多的這種公共的機會 你出門 有不用帶手機 電腦那個更不用 然後像我那時候到昆斯蘭大學 去一個月 然後還帶了三個小孩去 然後每天在圖書館工作 你什麼都不需要 我只帶了一個外接硬碟 那你所有的收發Email 各種的電腦的使用 什麼的學校全部都有 譬如在網路上 在圖書館的牆壁上 你可以看到學生站在那邊做什麼? 因為他有鑲嵌在牆壁上的 然後電腦 同學在收發Email 你就可以看到 簡單地看一看用一用 就走了 那或者他有在圖書館裡面 有很大的電腦的重心 電腦使用 那全部幾十台電腦在那邊 然後大家就排一場列 然後輪到你 你就去使用 然後用完了就走 而且很快就會輪到你 因為大家用完了就走 然後這表示 你有非常多的公共使用 這些電腦 那各種上網的機會 那台灣呢 我們看到網路整備度 你會說在台灣 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的寬屏 我們的每個人都有電腦 有手機 然後上網的機會非常多 但是這是在台北市 你出了台北 可能很多狀況就不是這樣子 然後但是台灣呢 自由使用公共電腦 或者免費上網的機會並不普及 我們來看看 這是全球排名第19 我們的網路整備度 來看看這是什麼呢 這是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WIF的一個他們的調查報告 全球資訊 科技資訊報告 然後整個Network Readiness Index NRI 第一名是 全世界第一名是新加坡 然後其他美國、日本還有歐洲國家 台灣排名19 這是針對139個好經濟體 來做的ICT的一個競爭力 包括他對於企業競爭力、創新等等的影響 而且他有四個次指標 譬如環境 包括網路環境 還有這個整備度 最主要是在技術整備度方面 還有使用度 在你的生活裡面使用到什麼程度 全網路嗎 全部資訊科技嗎 還有對於尤其經濟的影響 對於企業運作的一個影響 然後他的前10名依序是 芬蘭、瑞典、挪威 這些都是北歐國家 還有美國、還有荷蘭、瑞士 然後英國這些歐陸國家 盧森堡還有一個日本 然後台灣是排名19 然後中國是59 好 然後這裡面同學們看看 我們的整備度 尤其在技術排名當然全球第二名 這個沒話講 這個台灣是非常前面的 但是我們實用度 並不是那樣子的一個全面的 在你的生活全面的使用 他對經濟的影響排名20 這表示我們的企業 我們的政府部門來使用資訊 使用網路的讓他的來 對經濟的競爭力有影響的部分 是排名全球20 然後整個網路環境29 所以整個公共的使用這個部分 還是不夠好 那南韓呢 他環境不是那麼好 整備度也還好 但是他的使用度還滿高的 比如他的企業 然後還有生活上的一個 對ICT的一個使用 好 然後這裡面來提出說 這樣子ICT的一個網路的一個新趨勢 他說帶動這些數位的創新 他說主要是消費者 不是企業或政府 所以消費者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富有國家跟開發中國家 這種差距是越來越大 那所以這裡面來提出說 若是開發中國家 能夠把這些網路使用都管到 更加的開放的話 那可以受賄非常大 好 那這是一個資料給同學們參考 所以回到我們的講義上 我們來看看說到底工作哪去了 然後哪些工作永遠走入歷史 不再回來歷史 那這是什麼呢? 很多來令的工作 同學可能知道 像很多工廠女工的工作 但是還包括各種白領的工作 很多文書工作 然後很多都被電腦替代 自動化替代了 然後當然被替代了 我們就要來談談說 到底失業是什麼呢? 在你們經濟學的課本 同學們都是都學過吧 失業有三種 對不對 然後第一種循環性的失業 這是什麼呢? 是跟景氣循環 沒錯 同學都知道 跟business cycle 當景氣不好的時候失業 但是當體氣回復的時候 你又可以找到工作 而第二種摩擦性失業 這種fricional unemployment 是什麼呢? 是說以你的條件 可以在勞動市場找到工作 但是因為某些原因還沒有找到 譬如說你可能在interview的過程 我或者在這個面試的過程裡面 我可能有三個offers 然後我再決定我要不要去哪一個 這樣算是滿幸運的 然後還有一種叫做結構性失業 那結構性失業指的是什麼呢? 因為產業結構轉型而造成的失業 譬如說工廠的外移 而造成這些生產線的勞工的失業 那在了解這些之後呢? 我們當然更要了解說 那到底新的工作機會在哪裡? 當舊的工作機會走入了歷史 很多新的工作機會又被創造出來 在我們的講義裡面 這一篇裡面提到那位卡車司機是誰? 他是飛一家全路公司 然後他是來運送全路公司 你說裝修運送影印機 全路公司是影印機 但是這位卡車司機呢? 他是屬於哪一家公司的卡車司機呢? 他是開卡車來運送全路公司的影印機 但是他是送影印機過去 還要幫客戶解說怎麼使用 那他是卡車出租公司的員工 他不是全路公司的員工 但是他要接受全路公司的在職訓練 學會如何操作影印機 所以當他把這個影印機送過去的時候 他有辦法來幫客戶解說 怎麼使用 然後所以是什麼? 全路公司來幫 最主要把這個影印機的運送的工作 外包給卡車出租公司 所以是一個專業外包 外包給卡車出租公司 而這個卡車司機是屬於這個 卡車出租公司的他的員工 但是他要接受全路公司的 暫時訓練 好 那這是我們等一下會跟同學們來提到的 很多新的就業的形式 還有企業 專業外包的形式 好 然後還有全職工作轉變成為 暫時聘僱跟部分公司 所謂的暫時聘僱指的是 這是臨時性的 並不是永久的工作 好 這臨時性的可能他僱用你 三個月 六個月或一年半 好 然後這個臨時的工作 Part-timers 或者是兼職 我們稱為兼職 好 那表示他不是Fort-time的工作 那所以你一個禮拜可能是在工作 10個小時 20個小時 而不是一個禮拜工作40個小時 好 這是Part-time的工作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問題到底在哪裡 整個工作環境的一個改變 那自動化是造成的工作的一個這種改變 包括對藍令 對白令產生的影響 還有資訊 通訊的科技 他對企業營運工作都產生很大的一個改變 好 那我們要來跟同學們來談談 辦公室之時 好 辦公室已經不是原有的辦公的地方了 還有職務從整 還有企業到底怎麼樣因應跟轉型 還有這個工作彈性化的問題 那辦公室之時 那當然辦公室已經不是辦公室 那哪兒才是辦公室呢 好 行動辦公室 譬如同學你寫報告 你可能不是在書桌前寫 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寫報告 對不對 好 這是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來辦公 而且更重要的廠商企業更希望你是什麼 客戶所在的地方就是你辦公的地方 你上班的地方 所以我們來看看 像在廣告公司 你如果在廣告公司上班 那你知道廣告公司是很有創意的 對不對 你可以看看小孩子他常常是什麼 平常的節目他離開電視 不在電視機前面 可是一到廣告時間 都跑到電視機前面來 然後學得一字不漏 那不管歌不管台詞什麼都會 這是因為什麼 廣告真的非常具有創意 他能夠吸引人 而且你知道廣告是非常貴的 他播放一秒鐘是幾萬幾十萬都有 那而且廠商你就是必須要在 譬如短短的10秒20秒 把你要表達的ideas來表現出來 讓消費者能夠接受到 所以他必須要很有創意 那你如果在廣告公司上班 有一天你跟老闆說 他說老闆我必須要到PUB工作 我才能有創意 我僱住在這種辦公的地方 真的想不出點子來 如果你是老闆你要說怎麼說 你說去吧 哪可以有創意你就去哪上班 那所以這就是你上班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疏火族 也許有同學說 我以後就想當疏火族 他是什麼呢? 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表示你是什麼呢? 你跟幾個朋友 畢業後可能合夥開個小型工作室 然後但是你沒有僱用別人 然後小型工作室 然後home office 哇 在家上班 然後在家上班 你會說很棒吧 因為我可以穿睡衣上班 我不怕塞車 對不對 那所以這是現在最流行的疏火族 我們來舉個例子 中國生產力中心 然後在那邊上班的話 他只要求你每個禮拜回到辦公室 大概頂多兩天吧 那他要你在家上班 那你說在家上班太好了 我可以在家裡鬼魂 那可是不盡然你知道現在的老闆 有各種的方式 透過email拉來等等的各種方式 然後測試你有沒有在工作 然後要你回答一些問題 還有如果你到公司去上班了 你沒有固定的座位 那你說怎麼辦 我到公司上班 我要坐哪兒? 坐哪兒? 還是有一個一個座位 對不對? 但是哪一個座位是你的呢? 沒事去 你找到不同的座位 只要有空的 你就可以去上班 坐在那邊工作 但是在你過去工作之前 你現在要去推一個東西過來 你個人的小推車 把他推過來放著 然後坐下來 好 這是我今天上班的地方 好 那這樣子對企業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他整個如果他租用辦公室的話 他大概可以少租個一半的空間 接手非常多的空間 甚至只要原來的三分之一的空間就可以了 然後員工還是一樣可以上班 而且在家上班甚至於在外面 客戶所在的地方就是你上班的地方 當然在家上班有那麼一個小缺點是什麼呢? 要付水電費 至於家裡要付還有包括嫩氣費 然後當然還有一樣是什麼? 人際溝通 你在家裡你面對的是電腦 你說沒有 我還有各種網路什麼的 我還是有很多的朋友 但是是減少了面對面的溝通 很不一樣 如果你的同事給你一個很當面的鼓勵 對不對? 哇 你今天真的是make your day 你高興一整天 但是你如果面對著電腦 當然還是可以透過網路 朋友傳個鼓勵給你 但是這種人際溝通就減少了非常的多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植物重整 什麼是植物重整呢? 那我們先來看看北歐的企業 北歐的企業 每天可能有五分之一的員工是請假的 這如果在台灣的話 這老闆早就跳腳了 對不對? 這麼多的員工請假 老闆說不用幹了 好 這企業怎麼活呢? 好 但是怎麼成為可能 這是他們落實植物重整跟輪調才會可能 譬如同學一定有經驗 你出去外面辦事 然後你去問要辦什麼事 然後那櫃檯小姐跟你說 今天這小姐請假 你明天再來 或者她請假兩天 你過兩天再來 好 這是什麼問題? 這就是沒有落實植物輪調 植物輪調真正的意思是 你不在的時候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其他的員工來幫你做你應該做的事 可是在台灣常常這植物輪調 或者這種植物輪調常常是什麼? 做假的 好 那你不在 常常你的事情沒有人幫你做 好 然後舉一個例子好了 國內的銀行 然後它是很本位主義的 好 那這是什麼呢? 有一次我在西森南路跟仁愛路交口 那邊有一個台灣銀行 好 同學們知道嗎? 好 然後有一次 我需要結匯英鎊的 結匯買英鎊的旅行支票 我到那邊 然後問服務台小姐說 喔 英鎊 他說在樓上 我背著一大袋書 好吧 你就爬到樓上去 然後樓上小姐叫你把資料填好 然後小姐告訴你 請到樓下去結匯台幣 好 我當時就很為難 這一大袋書怎麼辦呢 這是我研究的資料 小姐就說好吧 你先放著 好 當你在下面把台幣結匯好了 小姐又怎麼講 他說到樓上拿旅行支票 然後你只好又爬到樓上去 可是你會想今天如果是一個 不方便這樣子上上下下的 他會怎麼辦 好 你如果到過國外 不管你在哪個地方 你在外面或者在學校 所有的銀行或銀行的分支機構 即使在學校裡面一個小小的銀行 就像我們的華南銀行這樣子 都是什麼 單一窗口 絕對是排一場列 然後單一窗口哪裡有空 你就是到哪一個窗口去辦 而且不管你辦什麼事情 小姐或是先生都是面對著一台電腦 然後一切勾定 所以他不會管你這是台幣 這是外匯 這是做什麼 然後要你這樣上上下下 可是台灣所有的銀行 幾乎都是用這樣子的形式 那所以這是很本位主義的 這並沒有植物重整 那尤其這種整個植物輪調更不用講 那你知道嗎?在北歐企業 他是非常落實這種植物輪調 你在這個部門工作 你還要到每個部門去工作 然後主管賦予員工非常大的這種 你要來解決問題的能力 然後你知道在北歐企業的主管做什麼事 只做一件事 做什麼呢? 他不是來管下面的員工 員工自己要自動來找到 怎麼樣解決問題的方式 要來做什麼事 主管在做什麼事? 製作部門協調的工作 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說 企業因應跟轉型 在這樣子的之下 那企業組織變平化 那所以他可以減少公文旅行 那有利於企業的一個快速的一個決策 所以在我們的講義裡面 那在我們的29頁這邊有提到企業的一個改變 他到底是什麼呢? 除了組織的一個遠平化 我們看到說在你的主管下面 就是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所以要充分授權 充分授權 而且要求員工自己要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不是我主管的事情 員工自己要來想辦法 所以你知道員工要很有創意 然後有他自己發展出他自己的能力 然後還有專業外包 專業外包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像全路公司把營運機運送的工作 來包給外包給這卡車出租公司 而我全路公司怎麼樣 我自己不用擁有卡車來外送這個應運機 我也不用擁有卡車司機 那他可以加速他的生產跟服務 而且很多企業把他的生產的部門也是 拿著企業有比較具有生產的利基 他就是外包給他 然後自己再做最後的一個整合 那還有彈性生產 那彈性生產我們來看看 他到底是什麼呢 那企業的彈性生產 有人把他稱為看板式生產 或者叫即時性生產 所謂的just-in-time production 什麼叫即時性生產 來 考考同學 英文好了 如果你約會 那什麼叫我準時感到 跟我即時感到 順時感到就是正正好 對不對 12點就是12點 那我即時感到just-in-time是什麼 我早兩秒鐘到 也叫我即時感到 表示在這個時間之前 好 約定的時間之前 所以即時性生產是什麼呢 這個 企業可以很有效率的生產 譬如舉一個例子好了 Toyota 那Toyota汽車 那當時他在1990年代很早 他就提出一句話 很吸引消費者的廣告 他說你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訂一輛Toyota的車 我一個禮拜內一定交車 這怎麼成為可能 Toyota他有企業內的全部的網路連線 從供給到消費 那而且他的生產是什麼 非常有效率 他是採用零庫存 零庫存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庫存 以前企業你的庫存至少三個月 六個月的庫存 可是Toyota他的庫存可以成為三五天的庫存 非常少 那怎麼成為可能 全部的網路連線 你的上中下游全部連結在一起 那當下游缺了什麼樣子的 你的上游絕對 他馬上補貨給你 你不用去訂 他都知道你缺貨了 好 那他當時可以在一個禮拜內交車 你車內要有什麼樣子的配備 然後你要成為很個人化的一輛車 他一個禮拜可以交車 這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他透過全球的整合 譬如同學們猜猜看 像Toyota的輪胎會是在哪兒生產呢 這是慘 同學猜泰國 這是產橡膠的地方 馬來西亞快接近了 東南亞國家 沒錯 對 印尼 沒錯 印尼 他輪胎廠在印尼 然後像Toyota 他為了美國的市場 同學們猜猜看 他有一個裝配廠在哪兒 為了美國的市場 墨西哥 再猜猜看 廣北 加拿大 同學你會猜到加拿大嗎? 墨西哥當然沒錯 1960年代有非常多的輕車裝配廠 是在墨西哥 因為他有非常便宜的勞動力 而且墨西哥跟美國 還有跟北邊的加拿大 他從1994開始有一個什麼? 對 同學都知道了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那所以呢 譬如他把他的汽車廠裝配 最後裝配設在加拿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進入美國市場是什麼? 零關稅 然後還有加拿大的勞工 非常好的品質 然後工資比美國低 而且勞工的來源比美國更加的充足 所以Toyota 還有很多的汽車廠 選擇在加拿大做最後的裝配的工作 好 那你就知道 這個是彈性的生產 這是即時性的生產 他可以透過全球的運作 然後最後來把他的產品交出來 那所以豐田族裔 這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所謂的即時性生產 有人把他稱為叫做Lean Production Lean是什麼? 非常精實 有人減肥 好 那這是非常的瘦 好 那也就是企業可以運用最少的成本 但是最快的效率 最好的效率 然後生產出很好的東西出來 你知道Toyota的車在美國市場不是現在 現在Toyota有一些煞車的問題 然後可是在1970年代、80年代 賣得非常好 為什麼? Toyota的車有什麼特色? 跟美國車有什麼不一樣? 同學說省油 對不對? 美國車非常的大 吃油像吃水一樣 Toyota的車小小的 然後非常的省油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開車人最在意的 你一定要停車 對不對? 然後他只要一個小小的停車格 Toyota的車 哇 就停好了 你如果大車還在那邊繞來繞去 找不到位置停 好 那還有一樣 Toyota它可以根據你的需求 做非常好的配備 尤其日本的電子產品 你知道它可以做非常棒的配備 這些消費性電子 這些汽車類的電子配備 簡直是讓美國消費者愛死了 好 所以即使它比較貴 但是它有非常多的優勢 而讓美國消費者非常喜歡Toyota的車 好 那所以這是我們看到的Toyota 所謂的豐田主義 這個看板式生產就是 它的工廠的每一個部門都是看板 而且都是有走馬燈在那邊 所以每一個部門生產的一個狀況 透過走馬燈在這工廠裡面 你隨時都可以看到 整個工廠的一個運作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在我們的 像我們的竹科 像台積電 那非常多的半導體的工廠 都是這樣子看板式的生產 就是採用這種彈性生產的一個方式 那採用彈性生產的方式 事實上像台積電 那當時張忠萌他回來投資的時候 他說好 那我台積電 當時這算是高科技產業 在竹科的產業 那他說我們是什麼 什麼代工 他說這是晶圓代工 對不對 世界最大的晶圓代工廠 他說我們是專業代工 可是後來他就說 專業代工還不夠專業 他說我們叫虛擬代工 虛擬代工是什麼 這個virtual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我們跟上游的設計公司 都是透過什麼 網路連線 然後我製造過程有什麼樣的意見 我可以跟這些上游的設計公司來做討論 他說我們是虛擬代工 那不管怎麼樣還是代工 這是最大世界 還是世界最大的晶圓代工廠 好 那還有企業 他整合他的上中下游 整個供應商 我們剛剛提到像Toyota就是這樣子 他的供應商 他生產者跟消費者完全的電腦連線 所以你需要一輛什麼樣子的車 他透過網路連線可以幫你做各種的查詢 然後讓你這一輛車就可以怎麼樣來整合起來 然後像IBM也是一個例子 他很早以前就有所謂的intranet 企業內部的全球連線 然後還有國內的7-11 他有point of sales 每一個店賣了什麼東西 他整個總部全部都知道 而且到底要補什麼貨 然後他的上中下游全部結合在一起 都可以很順利的補貨 好 所以這是我們談到企業的因應 當然我們要來看到說 到底對工作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我們看到說企業在全球架構之下 彈性運用勞工 全球的架構 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然後企業他可以掌握時間跟空間 譬如我們剛剛看到Toyota的例子 他可以掌握空間 全球都是他可以運用的空間 掌握時間 just in time of production 一週內交車 他怎麼樣可以做時空的一個結合 而成為一個社會經濟的權利的一個來源 好 那這是一個全球的市場 然後各國也來從事勞動市場的一個改革 好 所以這是我們下一個單元 要跟同學們來討論的 好 那最後 或者這樣子工作環境的改變 對同學有什麼啟發嗎? 同學會想 以後我人在台灣 我可能可以幫誰工作 全世界的任何人 同學們猜猜看 美國的高中生 他們上網找數學家教 這個數學家教會是在哪兒? 印度 沒錯 你知道印度人的數學真的是超棒的 我在美國的私友是韓國人 他的男朋友就是在我們學校念數學系印度人 好 那所以印度人又講英文 然後他的中田費便宜比美國的便宜 然後他們的數學很棒 他們的很多基礎的科學也做得很不錯 好 那這是什麼? 透過網路讓它成為可能 而且其實你跟著一方的社交研究 他在日本最愛的社交研究 所說的